美韓關係現在好得很 是不是也讓北韓跟著跳腳呢 而且趁這個機會大秀肌肉 因為他們最新曝光他們的戰術 核潛艦喔 但是怎麼被南韓吐槽說 好像很難正常運作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核潛艦叫什麼名字 他有個非常特別的名字 叫做金君玉英雄號 他的下水儀式呢 才前幾天正式的舉辦了 但是為什麼要叫金君玉呢 主要這個名字有來頭 他是韓戰開打出席的 北韓第二魚雷艇的艇長 在1950年的7月2號清晨的時候 在美軍突襲的時候不幸身亡了 所以特別取這個名字 似乎有他的意涵存在 不過剛剛提到說 這個戰術核潛艦竟然是被吐槽了 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是南韓的核同參謀本部就說了 如果我們從這個照片來看的話 這個新型的潛艦是為了要搭載飛炭 所以他擴大了所謂的艦橋這些部分的面積 所以看上去似乎是不能正常運作 北韓國旗進場軍艦一字排開 為了大秀海上軍力 北韓拍攝最新宣傳片 當中也有潛艦展開打擊的畫面 事實上北韓官媒才宣布重磅消息 表示首艘戰術核攻擊潛艦已經在周三下水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還親自出席 這艘名為金軍域英雄號的潛艦號 全是最新款 但其實是蘇聯的羅密歐級潛艦改造而來 所謂核戰術的部分指的是能搭載短程核飛彈 但潛艦本身還是柴油動力 金正恩揚揚得意但南韓很不給面子 表示發現北韓為了搭載導彈 改裝箭橋擴大空間 但恐怕無法正常運作 懷疑北韓很可能又再碰紅軍力 另外南韓也觀察到北韓鎮準備9月9號的 75週年建國紀念日大閱兵 這等於是金正恩執政以來 第一次在一年內連辦三場閱兵 與此同時美國海軍一艘掃雷艦7號 上午停泊日本沖繩的石原港 這是時隔14年再由美軍艦艇進入石原 研判是為了防範台灣有事 藉此牽制中國大陸 電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要來看到其實這個戰術核潛艦 為什麼大家會特別在乎 主要它是第一艘北韓的戰術核攻擊的潛艦 羅密歐級的潛艦改良型 而且大家更關注的是 上面可不可以搭載核彈頭 目前看起來似乎是可以的 而且還可以同時搭載這個潛射飛彈 還有核魚雷 而針對這一次的相關核潛艦的成軍 其實現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就告訴大家 這是展現核威者力 而且還有威脅力的一個關鍵時刻 這個北韓釋放出這個新的潛艦下水的影片 我想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它是要展現 它有這個就是戰略核威者的能力 第二個從它現場圖片看起來 它還是應該是一艘傳統的裁電潛艦 只是是那個就是放大版XL版 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北韓官方很用心 它特地可能用空拍機從上往下拍 所以看到就是它這個潛艦的繁兆 就是所謂的箭橋上面 我數了一下大概有10個發射孔 就是它在後面加長的那個所謂的龜背 上面總共有10個直立式的這個飛彈發射孔 可是呢它的潛艦的艦身又比較就是說直徑比較小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第一個它可能是參考中共以往在發展這個 戰略核潛艦的這個工程技術 也就是用傳統的核潛艦來發展測試這個潛射彈道飛彈 那等到它核動力成熟之後 它才一次到位就是變成核動力的戰略攻擊潛艦 那這次北韓的這個潛艦 我們剛才介紹就是從它發射孔的配置 還有就是船身 艦身的這個直徑大小 它很可能是搭載這個就是垂直發射的巡逆飛彈 很可能還不是彈道飛彈 因為彈道飛彈的直徑就是全長可能要將近15 16公尺 那無論如何就是金正恩藉此在向美國跟南韓 就是出牌 就是說唯有了這個就是潛射的彈道飛彈技術 那必要的話就是會對南韓形成這個核威責 它大概用意是如此 而且呢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各界就有首次觀測到 北韓新艦潛艦的一個跡象 而且在2019年的時候 官媒也公布金正恩去檢視照片 專家就推測了可以攜帶這個彈道飛彈 所以分析人士就認為說 如果真的恢復核試驗的話 打造小型的核彈頭 應該就是非常重要的目標 而且大家更擔心說 如果這個潛艦亮下的話 未來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核潛艦 來進行彈道飛彈的試射呢 很多專家認為機率是偏高的 不過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馬上就要跟俄羅斯的總統普京見面 兩個人為何未談 而且會談出什麼交易來呢 我們再來聽聽專家的分析 那現在金正恩要去訪問那個普清 大概會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政治上就是用來對抗美日韓三國的這個合作 就是美日韓在大衛營的這個三國高峰會 是歷史上一個就是說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象徵三國就是同時對應各種威脅 那第二個就是大衛營高峰會產生一個 就是效應就是中共刻意的用賴清德副總統 就是出訪為藉口 又舉行一個所謂的戰備警巡 那第三個副作用就是現在這個北韓 他決定強化跟俄羅斯的合作 那金正恩前往這個莫斯科就是會晤普清 預估可能會有幾個合作項目 第一個就是向俄羅斯提供傳統彈藥 就是所謂的這個榴彈炮 因為北韓的炮兵122跟152的榴彈炮 基本上規格是跟俄羅斯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炮彈通用 那第二個可能就會用來交換就是俄國提供北韓就是進一步的飛彈科技 來改善他的這個火星系列的飛彈 甚至未來協助他發展就是體積比較小的潛射彈道飛彈 裝在今天下水的這一艘這個 這個裁電動力的這個潛艦上面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會換取糧食 因為北韓他目前有一些糧荒的危機 所以他可能就是用炮彈來換取這些技術或是糧食的資源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